五盘 美股五盘走高 沃沙东领涨道指 北京时间两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再度转涨 领涨道指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短期支出法案 避免联邦政府关门 但未解决美国可能违约的风险 AMP-CAP可投资策略主管Shane Oliver警告称 美国股市的季节性疲软将持续到10月中旬 股市出现更严重调整的风险仍然很高 周五经济数据面 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成本再次大幅上涨 使美国通胀率处于30年高位